在上个月底慈一致工陈依盈 她因为白血病往生了 结束了她36岁的生命 但她生前呢 是用了她有限的生命来尽情挥洒 跟很多人都结下了好圆 前几天 此季美国总会是特别为她来举办了 慈顺菩萨爱撒音乐会 现场总共有200多人来参加 而当时在加州参与会议的大爱台总监 汤建明也来参与 这是慈继志工陈依盈 在岁末时送给志工们的祝福 上个月底她因为白血病往生 音乐是她的生命 慈继美国总会办音乐会 缅怀这位在病痛中 却始终乐观开朗的仿新 妈妈带了她 跟上人找我坐车 她从进车出去 妈妈跟她在跟上人找我手 我就想说 这么一个年轻人 但被病魔折腾了这么久 她还是保持别的效果 几年前 David Dio到了新泽西 表演的时候 她活泼 可爱的形象 当主持人 而且让我们光目相看 陈依盈生前翻译多首 此季歌曲 新鸭和唱团许多团员 都是受到她的影响 用歌声把爱传出去 虽然36岁的生命走到尽头 但她在有限的生命 尽情发光发热 志工用她生前最爱的海域 简单肃穆的布置 祝福她成员再来 大爱新闻 真正美志工 美国洛杉矶报导